2月22日,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宣读了2023至2024年度政府财政预算案 这是新一届政府的第一份财政预算案 也是香港疫情平稳与内地及国际恢复通关后的首份财政预算案 此份预算案以稳中越境,共拓繁荣新愿景为主题 着眼于香港复苏,对接国家,高速发展及施政民生四个部分 当中的政治措施有哪些亮点,来听听依法会议员们的感受 这次财政预算案在推动各个投资方面 尤其是促进两地的一些科技的项目 还有就是发展大湾区上面也有提出一些具体的方案 也鼓励内地的朋友可以来香港投资 这方面我相信也可以使得两地的一些投资 科技的往来可以更加好的发展 但是有一些不足就是像在疫情过后 有一些产业的服输就缺乏动力 好像我们的跨境车,他们没钱没人 所以这一次在财政预算案里面 就没有对于这些跨境的交通运输业提供一些帮助 我觉得这是有点缺乏的 我对整体的财政预算案来讲 就是第一没有旌旗 反而就是有担心 因为我们的车子的比较大了 就是收入只有六千多亿 但是开支有七千六 我就反而就是很关心怎么样 在开源方面要做多一些工作 然后节流也是很重要 这个消费券我就不太支持 从长远来讲应该用这个钱来开研 开法可以造学的那些的投资 比方说就是在惠州 我们投资一个什么什么的大型的建协 就是海港好什么消费城也好 那这个香港政府有份投资了 然后就在鼓励我们香港的年轻的人 就市民到内地去投资也是好了 就是香港特区政府有份参与了 那就是信心的保证了 也有牵头的作用 我觉得今天财政司司长就很清楚 将香港的经济状况很清楚描述 可能今年之后都会持续一个比较稳定的增长 那带来一种乐观的一种现象 那这个我觉得是好的 给我们香港市民对前景有多些乐观的现象 那当然我们是社福界的代表 那我们当然是希望政府在几困难都好 都要帮助那些贫穷的人或者弱势社群 那有时在经济困难这些群体他们面对的困难 是更加严峻的 那所以社会和政府支持是比较重要 我希望迟些或者司长在其他解说的时候 都可以讲清楚会不会有些工作 和扶贫是有相对应的 令到贫穷的人在现在这么困难情况 都有一种的支援 而真是达到开心香港 这是一份很有感情的财政预算案 因为财政预算案我们的感觉就是很多数字 但是我觉得财政司司长他在最后总结的时候 他讲了一下他自己过去三年 可能对香港发生了一些事情的看法 然后包括他为什么会推出这个开心香港 Happy Hong Kong的一些来动去脉 他的心路历程 所以为整个财政预算案 还是增添了不少这种感情的这种一种元素在里面 我觉得还是比较均衡的 那一如大家所料 那在民生纾困方面的比如说消费圈 比如说一些基层的一些津贴的 或者是一些费用的宽免 那这块可能大家预期比较多 其实我是比较期待听多一点 或者是关注关于我们怎么样去投资未来 创造容量这部分内容 那我觉得今天就是司长的这部分内容 还是非常丰富的 也提出其实香港的首要任务就是去拼经济 然后去促进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那我觉得这一点还是这个方向还是很明确的 那最让我眼前一亮的就是在预算案开头提到了很多的措施 都是跟文化旅游或者是一些文创相关的 好像预算案要想把整个香港打造成一个主题公园一样的 那么多的展览 那么多活动 既是一个吸引外来的游客和资金文创人员进入到香港 同时也是让本港的市民获得一种更好的一种生活的体验 就很摸心很贴心的一种感觉 第二感觉就是什么呢 我们看看留意特区政府的这个预算案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口号 这口号叫做有为政府高效市场 这跟内地很著名的经济学家林一夫先生所提到的新结构经济学里面 就是有为政府有效市场 其实背后的理财的逻辑或者是经济管理的逻辑是完全一脉相承 我就看到的话香港特区在保持自己资本主义制度不变 保持一国两制特色不变的前提之下 其实也在向内地一些成功的理论和发展经验来靠拢 到最后大家提到比如说要增加博彩税 不是大水漫灌 它不是说无差别的对所有人来进行征税 很精细的设计 同时对于怎么预防这个结构性的财政赤字的话呢 也是有很精确的预防 就花钱和省钱在这两者之间有一个很好的平衡 这是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 快来订阅通知 按旁边小铃铛给我们点赞和分享哦 如果有什么想说的也欢迎在下面多多留言呀